字字句句 滿是情感 用台語 客語吟唱汗詩 連續三年舉辦的 蔣衛水台客與汗詩吟唱比賽 今年吸引將近百名的高中職 大專院校等學生投稿報名 5號下午舉行決賽 優選的30名選手 各個有備而來 語言是文化的根 現在台語跟客語 已經是聯合國認定 瀕臨危險的語種 用母語吟唱汗詩 它不但是語言的一個重新的恢復 它其實也是一個文化的體現 這樣的形式特別的是 來參加的是高中跟大學生 它的年齡層又更低 所以我們覺得有各種的方式 可以鼓勵孩子們年輕人 可以用母語 自己的語言來發表 24名台語以及6名客語參賽者 互相切磋更是充分展現 年輕世代傳承本土語言的熱忱 每個人的表現都不太一樣 不過整體感覺是非常的美的 它把這個語言用這樣子的吟唱方式 就是說表現出來的話 我覺得特別是可以讓別人來欣賞說 我們自己的這個母語的美 在朗誦與歌唱之間發揮創意 激烈競爭之餘也讓母語能夠代代相傳 民視新聞中文宣傳譚君豪台北採訪報導 PepsiCo 蔡� measurements 你在朗誦 超 реж 柳 這 停 我